现前静感情况跟大家做一个通报 一 今天掌握新增病例 截至今天时期时 国市没有发现新增病例 全市累计报告病例15例 二 基因测序百分之百同样 目前 市疾痛中心已完成病例15的新冠病毒 全基因组测序 其病毒序列以之前病例1-8 病例11-13的新冠病毒序列百分之百同样 截至目前 0107疫情没有涉及在校师生 目前 全市的高校 医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 已经放行假 另外 高中阶段学校也将于1月23日前放假完毕